戒烟其实跟烟临床短毫无关系,就算60岁了戒烟,也是有着很大的因应的。 首先抽烟会导致多种的疾病,除了常见的肺部疾病之外,还有比如心脏疾病以及高血压等其他疾病。 这些疾病都和吸烟,有着极大的关系,临床研究表明,只要一天不抽烟,这些急性病症的发生率就会降低一半以上。 可见抽烟对人体的健康有多大,以下我们来谈谈抽烟与各方面疾病的联系。 一首先,由抽烟引起的最常见的肺部疾病,有我们常听到的肺炎以及支气管炎症、肺炮炎症等。 我们的气管直接与肺部各种肺支气管相连,在肺支气管的末端,是由数量庞大的小肺炮构成。 在抽烟的过程中,烟草燃烧后释放出来的有毒物质,会直接和气管B的细胞作用,引起该细胞的病变,使其逐渐患死由此,被另一种新的细胞取代。 取代后我们的器官会很大程度丧失气体的过滤功能。 使气体中有汗物质,导致肺部引起炎症,长时间的细胞取代会导致气管癌,而肺部不同部位接触导致癌物时也会引发肺磷瓦、肺腺癌或者肺炮细胞癌等。 而某些新血管性疾病,也可能跟抽烟有关,比如血管的中央硬化,以及关心病等血管的病变很有可能与抽烟有较大的联系。 香烟中的有汗物质入血之后沉寂在局部的血管,导致血管的硬化,出现斑块等病变,直接给机体留下血管破裂,打出血等隐化。 三高血压的发病和抽烟有着很大的关系,但是相关的机制还未完成阐明。 临床数据给出的结论,表明70%的高血压患者都有着抽烟时,很直观的反映出抽烟,会加重高血压的发病。 四抽烟其实还会导致很多人体其他的疾病,只是没有相应的数据能够准确的表明。 但是抽烟,一定会是多种疾病的罪魁祸首。 解烟从来不需要接一年龄,早一天放下香烟早一天还身体健康。 解烟是件痛苦的事,很多人都是因为抗拒不了烟的痛苦而半途而非充斥香烟。 接下来介绍几个解烟的小窍门,让解烟之路不再那么挠。 一丁老钻孔之后,网孔奈加入一丁烟带油,再放入水中浸泡,二到三天后取出量嘎。 解烟蒸发烟饮食完,一下机会不再想吸了,解烟的朋友可以试一试。 二准备各种糖分较高的水果,比如西瓜、哈密瓜、葡萄、甘蔗、石油、杨梅等,想抽烟的时候多吃几个水果。 甜蜜蜜的感觉可以抑制大部分的抽烟欲望,是很方便的戒烟伴侣哦。 所以请这位烟民放心,六十岁,一点也不晚,戒烟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方面的改善。 戒烟从来不识,就怕你还下不定决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